各位病友 各位 好像有看到醫師 今天我這邊要講這個 免疫治療的一個副作用 剛剛陳理事長已經把 PD-1跟PD-L1 講得很清楚 事實上這種免疫治療 可能還是總角度在做 我們大概免疫大概就是說 看看它的副作用 因為這種免疫治療是最新的一個治療方式 第一個它比傳統的 這種一些 一些癌症的治療效果來得好 相對副作用看起來也還好 不過還是會產生一些副作用 因為這個因為癌症本身事實上也是 一個免疫的疾病 那你在做免疫治療的時候事實上那肌轉 跟我們一直在治療免疫的疾病 封死的疾病 是剛好是相反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提了一下 它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你把這個 免疫治療的時候是因為你走 另外一端所以它另外 封死病就會產生 那不過 從最近的這些藥物的使用 看起來它這個副作用看起來是還好 因為它比較少看到很嚴重的副作用 大概有的副作用是有 但是大概好像都是比較輕微 那等一下我們會詳細來介紹 這些的副作用 那這種免疫治療的這種開三十組 事實上是這個醫師 那這個醫師叫 威仁卡雷斯 現在免疫學之戶 這個 他做了哪個事情呢 第一個他把 我們的鏈球菌 打到這個癌症細胞裡頭去 打到癌症細胞裡頭去 然後結果他兩個禮拜之後就看到 這個癌細胞整個消掉了 整個溶解掉了 所以這個是很早很早以前 那一百年前 事實上他就這麼做了 所以 免疫治療他的整個進展是怎麼樣 我剛剛講過 這威仁卡雷斯事實上在 八九零年代就開始做了 所以事實上是很早很早 但是這當中經過快一百年左右 事實上都沒什麼太多的進展 沒什麼太多的進展 那直到大概一九八零年代 開始用干擾樹 interferon來治療癌症 不過干擾樹我們都知道 現在用的最多是在吸乾 那吸乾當然現在有比較多的藥物 但是干擾樹它有很多很多副作用 我們都吸乾的病人打一打 就變成乾癇 所以我們那邊有幾個乾癇的病人 都是腸胃科吸乾打一打轉給我們的 所以事實上它還是有一些副作用 那第一個免疫抑制的這個是在 是一個Alison Alison這個是一個美國人 事實上他有拿到第一屆的糖獎 第一屆的糖獎事實上就頒給兩個人 就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每一次一個是CDR4 一個就是PD-1 頒給這兩個人 那PD-1那也是日本人 日本人的發現 日本的一個教授發現 那CDR4是最早在1990年代 Alison他有發現CDR4 那在20年代事實上 FDA美國的這個FDA 就是藥物食品管理局 它事實上他們第一個核准的Merc 它在這個什麼 就是我們的Pupuloma 的Virus 這個因為這個藥會造成 這個病毒它會造成我們的子宮頸癌 那它這個疫苗它可以殺死這個病毒 所以可以預防這種子宮頸癌 那事實上在大概2011年代的時候 美國這個藥物食品管理局 就核准了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CDR4 這個藥物可以用來治療癌症 這是2011年 那PD-1大概是在2014年才核准 那PD-1那是更新的啦 那大概是最新一兩年 大概是整個進展是這個樣子 是免疫抑制的進展 不過我想大概 這是最新的進展 再來這個進展大概 因為現在講的Q都是免疫治療 這個可能他們腫瘤科會比較清楚 因為這個癌症的治療 大概都是腫瘤科在做的 另一陣子有麻煩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